我是在台南鄉下 我們在養種豬的 我就是裡面的老太醫 在義英皇裡面 在閻喜宮 閻喜宮也看過那個連戲劇 在義英皇裡面 專門在管我們天蓬大元帥 還有格格這些公子妃子 專門管這個街生的 這個我在義英皇裡面 街生那個小豬仔 一天要300多頭 種豬 然後也有順產的 也有難產的 難產我就要去處理 然後要把那個 他那個腳頂住 把頭掉過來 讓頭順產出來 OK 好 大概我們就 鄉下就會種一些果樹 就養成的經驗 很多失敗的經驗 今天我在分享 拔蠟 拔蠟大家都會種 而且都會長 那怎麼去管理它 這是今天我想要講的 分享的這個內容 拔蠟的 你這個樹形 怎麼去管理它 或者是拔蠟 它在長果的時候 你要怎麼讓它長得漂亮又大 然後還有你對這個種子拔蠟的那些有機土 或者我都是用自己的處理堆蠟來做 然後才能長出這個很漂亮的拔蠟 大概講了幾個主要剛要的就是說 拔蠟怎麼去取得 它方式很多種 拔蠟你可以用種子種 因為它不是像李子桃子這種要七八年才能長 拔蠟第二年就可以長 最多兩個春夏就可以開始長拔蠟 那還有就是高壓 你這些土長之後你就可以高壓它 然後或者是用靠接 架接 高壓裡面還有一個低壓 你就把那個枝條壓到底下 然後用那個花盆 然後皮削一半壓在土裡面 它也可以低壓 高壓的話你如果怕爬高危險的話 你就採用低壓 樹形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年紀大了 不要去爬梯子 去把芭蠟種得那麼高 你要差不多我們站在地上 手伸上去可以抓到芭蠟 這樣為原則 那個土長枝朝天的土長枝 除非你要用做高壓 不然的話您就是把它 採裹完以後修掉 上面都修掉 差不多七八十的 七八百分的葉子都可以輸掉 在冬天的時候 冬天過了以後 開春了以後 冬天因為你要保護那個樹存活 所以葉子不要剪得太多 開春了以後剪掉 因為所有的新的枝條長出來 把它再在新的枝條上結果 它不會再舊的枝條結果 所以你留的舊的枝條是沒有用的 然後過長的測枝 這個過長的測枝你也把它剪掉 不要亂成一團 你要把那個樹形做出來 然後密集的地方 有一些巷內 搞得很密集的地方 容易長那個芥荷蟲 螞蟻會搬 還有白粉餅都會在裡面 這個葉子底下 所以你要把 巷內向下的葉子就把它剪掉 比較稀疏 就是連風吹過都可以吹過去 麻雀甚至於麻雀都可以飛過去 這種情況不要把芥荷種得密密麻麻的 你要整理這些生長蟲子 你會很麻煩 然後再來日照要足夠 芥荷好吃的是在太陽照不到的地方 才會好吃 太陽照得到的地方 它容易燒焦 那個表面的賣相不好 所以您就是要在這個葉子底下的芥荷 你要保留著 然後最重要最重要的 葉子跟果子的比數 從四對葉子 從四對葉子 一個果子就可以 最多是兩個果子 芭樂兩顆 其餘的你要把它摘掉 不要貪說那麼摘掉太可惜了 我一天到晚都是在把芭樂小顆的 蘇果 一天到晚都在蘇果 你一個測試枝條 如果是朋友大家聚會的時候 你要拿出來展示的話 你就長一個測試 只要長一個芭樂就好 如果我們吃的不多 你就差不多兩顆 一個枝條這樣兩顆就可以 那芭樂的管理 那芭樂的管理 就是你輸完果 要在輸果的時候 你要注意就是 留大的 不留小的 那有一些開花的時候 它會三個 三個芭樂 一顆 一顆大的 兩顆比較小的 留中不留旁 留下不留上 因為上 在邏輯上面來講 那個營養分 要往上送的話 就比較難 往下送比較容易 所以留下不留上 然後留近 所謂近就是 離你的枝條 比較主幹比較近 留近不留遠 那最後一個就是 流量 栽歪果 那大家都知道的 OK 那怎麼去管理這個芭樂呢 你要準備的 你像去超市 去買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他會有這個套 你就拿起來 我這是在台灣買的 在我們那個農業器材的批發店 然後塑膠袋 你就平常把它留起來 留起來以後呢 這個要做什麼動作 這個要把旁邊剪斜了 好綁 然後底下呢 要把它剪開了 讓它滴水 朝下的地方滴水 那應該怎麼弄 當你 開始要包了 兜大的時候包 像高無求大的時候來包 包這個 復果 開始要復果 那你要開始套的時候呢 像這個我要摘掉了 要摘之前 就是要把這個蒂頭啊 它容易有那個蟲子在裡面生長 或有時候會吃到芭樂心裡面去 所以你要把蒂頭清乾淨 然後再來呢 就是這個芭樂的這一側 你要套袋之前 這一側的葉子把它拿掉 因為你如果這樣風吹的時候啊 會摩擦的那個芭樂的表皮 賣相就不好 尤其在賣芭樂的人 他就一定把這一側 塞掉 讓對面去長 長芭樂就好 那你套這個袋子 沒問題 你就套進去 剛才我有講說 那個蒂頭把它清乾淨 然後套袋進去以後 小的在前面 靠近主幹 然後呢 您再把這個塑料袋 把它綁紮起來 然後要打結 我都是會繞一圈 誰知道繞一圈的作用是做什麼 為什麼要繞一圈 就綁多 就綁紮實就好了 對不起我沒聽到 哦不是 這是一個竅門 來送您一個 所有的果式的害蟲會上去 都是蟻搬上去的 蟹蛤蟲啊 還有一些白蟲 那個 所有的都是蟻搬進去 所以你要把靠近主幹的地方 繞一圈 防止蟻螞進去 然後你再綁紮 這樣就可以了 螞蟻就盡量不讓螞蟻進去 那這個上面 這個上面洞很小小的 就是要排水用 當你看到你那個塑膠袋裡面 有那個水滴 就是moisture比較高的 那就是最好 像這樣水珠狀 那個拔蠟起來就是賣相最佳 然後呢 全部把它套起來 但是我們如果都不夠 我套這個套袋子不夠啊 或者是有時候 因為我吃的比較少 小顆我也是可以吃的 那時候怎麼辦呢 你去買那個 你去買葡萄的時候啊 那個有那個硬殼的盒子 硬殼的盒子啊 你就可以套上去 這個也可以比較可以防松鼠 那那些土呢 我們就是 要去用廚餘堆 因為我在家裡面 都有做廚餘堆 環保酵素液 還有一些含那個 零或者假的那個酵素 那我因為從小就在搞 這個環保酵素 所以我很熱衷 那我通常到City 去拿那個 Free的那個Compos 或Merch 然後回自己再去把它發酵 那這樣子的話 幾乎那個肥料 可以不到外面買 像那個回來的土啊 City那個回來的Compos 或者廚餘 你還要噴酵素 養土把它養 養肥了 微生物比較旺盛一點 那這個很多都講過的就是 你澆灌的時候 拔拉樹在這邊 葉子長到這邊 我們在外圍 在生澆 你買一個去烘底部買這個 然後生下去 因為所有的細根 稀石回料的只有細根 中根是儲存澱粉 那個主根是把樹固定住 所以您只要這樣埋進去 差不多18到12吋深就可以了 然後你所有的水跟肥料 都從這邊灌就好 地面上乾了你不要怕 你只要水分一直直接倒根 而且你要Stay away 那個你不要把它放到這麼近 這個我很喜歡講的一句話 就是老王講的 寧願讓根追回 不要讓回去傷根 你就曉得 你的回不是放在這個旁邊 而是要在樹罐 那個樹罐的那個滴水線外 細根在吸回 吸收回料是在細根 這個是我畫了一張圖 就是說 在這個樹罐滴水線外 把這個管子埋下去 而且這個都是 這旁邊都是那個Compost 或是Merch 我除以堆毀 繞的這樣來浇灌 那我們種果樹 當然最頭痛的就是這個蟲害 蟲害就是像芭蠟來講 就是密密麻麻 它就會在這個葉子底下有白粉 螺旋狀的那個白絲粉 那你要怎麼弄呢 你就是去我都是自己做的 就是用七八滴的這個沙拉油 然後加一滴的洗碗精 再加一個瓶蓋的酵素搖勻了搖成白末狀了以後 那您再加水 這樣去噴 絕對馬上死 螞蟻都馬上死 但是會不會再回來 會 因為我們這個不是那個chemical的那個化學的 就是農藥去噴上 所以它還是會回來 所以第一個您要在樹形上的管理 通風 再來就是要勤 就是想想搞這個園藝的話 就是要勤 沒有一個慶日可以了得 像紅豬豬 我也是用沾噴 都有效 還有你要敦親牧林 對你家的樹上的鳥王客啊 還有一些小野生動物啊 都要非常好 你看我這個鳥王客 這個Scrumball Jail 他要出門了 我還幫他餵這個小孩 他看我還Babysit 然後他一看不錯 主人家的這個水果他就盡量不吃 當然我出去的時候他還是吃啦 你看還有這個最頭痛的松鼠 你要讓他enjoy 你看他在我的面前他可以趴在那邊 就表示說第一個他不怕我 然後有時候你有一些芭樂你套戴起來以後啊 或者靠近牆邊的喔 你就留一兩顆不要套戴讓他吃 分享給他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鼠王冬還蠻上道的 你看他enjoy啊就在踏在那邊 我在拍一張smile 你看 當果子好了之後Babla 真的漂亮 台灣土Babla喔 台灣土Babla可以送到這麼大 色澤還有個頭甜度都夠 Babla有十幾種啦 不一定是說哪一種 因為有一些人的口味不一樣 有人喜歡吃這種硬的 有人喜歡脆的 有些香的 有些軟的 這十幾種Babla 但是我就種我喜歡吃的Babla這樣子 像這個就是台灣的土Babla 但是我可以把那個個頭 台灣土Babla不大 但是我把它種很大 一個一磅多 相信一磅半掉兩磅 OK 啦啦啦啦啦的 Babla跟各位分享 Babla怎麼去管理 好 謝謝各位